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欧洲冠军联赛最后一轮分组赛周三凌晨打响 届时B组方面 马体会将会做客波图 波图已无出现之忧 但马体会仍需为小组第三奋斗 考虑到手循环马体会就迎波告终 此番看好他们能够双杀波图 虽然B组目前两队出现队伍都已经确定 不掳日和波图 但其实最终四队的排位并未确定 是关目前前二以及尾二之间都只有一分的差距 最后一轮分组赛的两组对决 又将会是波图主赢马德里体育会 利华谷逊主赢布鲁日 因此上轮做客4比0大炒布鲁日的波图 仍有以小组第一出现的机会 麦迪泰利每没开二度位最大功臣 但前提是挤队莫轮赢波 而布鲁日莫轮不胜 但想要击败马体育绝非意识 首先球队金介分组赛首个主场 就惨负0比4 首循环交手 球队已经以1比2不敌马体育 其次波图近期已经连续二轮联赛不胜 目前和宾飞加之间的积分差距已经达到8分 最后他们还有葡萄牙杯的任务在身 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三线作战的情况下 波图如果想尽可能地取得更好成绩 那么就要学会适当放弃 考虑到目前球队已经锁定欧贯联晋级资格的情况下 他们莫轮其实没有必要血拼马体会 适当流利应对之后的赛程方位上策 何况球队目前还有两员大将本场比赛被罚停赛 分别是大卫卡莫以及马迪奥斯乌列比 至于伤员方面 则有比比利马费拉拿 马体会近期进攻端表现不俗 虽则他们最近三场 葛向赛事紧录的胜和副个一场 但在这三场比赛当中 马体会每场都能攻入二球 其中安托恩基斯文 恩利克卡拉斯高以及祖奥菲利斯等球员都有入球进账 这对马体会来讲是有利的 既然马体会已经无缘小组出现 但他们仍有机会征战欧洲联赛 只要球队能够取得小组第三 那么他们将会和欧洲联赛分组赛第二等 以对去争夺一个欧洲联赛席位 至于保持住小组第三的最有效方式 便是赢下本场比赛 当然马体会具备赢波的能力 毕竟球队作为西甲三强之一 阵容面上当然在波图之上 同时 过去十年 马体会经常能够在欧战方面遇到波图 两队最近五次欧战相遇 马体会为常败季之鱼玄赢下了其中的四次 当中迎波的四场进攻端场场都能入最少二球 同时他们指令波图单场最多只攻入过一球 且多达二场保住后防不失 有限集此 马体会此行还是有交大机会赢球的 阵容方面 佐治高基和汤马士立马等人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